今日的福音里面 耶稣跟门徒说 他说 你们现在知道了这些事 如果实行便是有福的 门徒知道什么呢 如果实行了出来就是有福的呢 这些耶稣有着一个提醒 提醒就是说 要我们相信他就是那位 是哪一个接待耶稣的 耶稣所派显的呢 就是接待着耶稣 接待着耶稣的就是接待父派显了耶稣来 一个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信德 今天我们再一次懇求圣母玛利亚 给我们这份智慧 能够明白我们信的是什么 然后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去实行出来 然后我们就会被称为有福的 再看回我们要这个信德 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重要到要实行呢 就是有福的 今天你们看回第一篇的读经 中途大事录里面记载着 圣保禄 将一段几句几段的说话 能够总括了我们的信仰的中心 总括了我们 信的应该是什么 要实行 大家再看一下 他说 以色列民族的天主 拣选了我们的祖先 意思就是 是天主拣选着一代又一代 一代又一日来 甚至直到现在 是天主拣选的 拣选什么 是什么人 拣选那些 就是 寄居埃及 这个可以说就是 这个埃及是代表着 我们这个在世的 时间 而在里面 天主举扬了他们 因为我们 一个的 拣选了这批的人 其实就是 预障着 领了洗的 教会里面的兄弟姐妹 教会里面的儿女 而在世间的话 就是一段的 在埃及的时间 然后呢 举扬了他 就是因为他拣选了我们 令到我们 领了洗 令到我们成为了 有天主子女 这个的 荣耀 举扬了我们 每一个人 然后 以大能的手臂 将那里领他们出来 大约四十年的功夫 在抗野中 容忍了他们 这个也代表着什么 这个代表着我们 我们在世间 这段的时间里面 天主是带领着我们 度过 这段的抗野 这个世间的生活 就是一个的抗野 就是很多的誘惑 很多的困苦 但是我们要 一直这样 奋斗 但是我们不要害怕 天主是 带领着我们 也都容忍着我们 我们经常跌倒 经常去 无顺德 但是他始终在我们旁边 始终在我们前面 带领着他 甚至他继续去说 灭了在 赫纳汉地方 七个民族 来给他 做基业 天主在我们 带领着我们 人生的路程上面 经常帮助我们 殲滅着很多的敌人 魔鬼的诱惑 世俗的 天主帮助我们 然后在这段的时间里面 天主派遣他们的 有很多的代表 有文长 有先知 有君王 甚至是达味 然后 甚至是去到的 就是约翰使者 你听一下 耶稣说 及至约翰将完成 自己的任务时 每一个人各位 每一个人都有着 他的任务 在这个世界 但是最重要的 去到最后 就是说 他在达味的业室 这个儿子的达味 他的后代之中 兴起一位的救主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在那里的话 就是完成了 所有的预言 我们的墨西亚 所以我们现在 要认识这一段的 救责事 这个 我们的救责事 人类的救责事 由亚当厄娃 直至到耶稣基督的来临 直至到他的死亡 他的苦难 死亡和复活 各位 这就是耶稣所说 你们要知道这些事 如果任何的人 不能够了解住 明知道 解释住 默想住 冥记于心 这个是天主 救责人类的历史 有着这个的话 我们才能够 好像答唱永所说 我们要永远 歌颂上主的人词 难道我们经常 天主感谢你 慈悲我仁慈 是什么仁慈 什么的慈悲 原来天主的人慈 原来天主的慈悲 就是整个人类的救责事 由亚当厄娃开始 然后所有的 简选的民族 以色列代表着我们 代表着这些简选的人 然后一路很多的 文长 先知君王 一路一路的去到 带领着我们 然后去到 约翰洗者 然后最后 我们要跟随着 耶稣基督 明白到 他的苦难 他的死亡 他的复活 他的升天 原来全部都是 给我们的救赎 各位主角 兄弟姐妹 所以我们要藉着 圣母玛利亚 今次这个九日敬礼里面 我经常提醒着大家 我们的信仰 不能够停在 圣母玛利亚那里 我们要通过玛利亚 迈向什么 耶稣 要迈向耶稣 我们不要停在 玛利亚那里 玛利亚 她的 我们的母亲 是想带领着我们 迈向耶稣 而圣母玛利亚 我们一起 恳求圣母玛利亚 有着她的信心 她熟读着圣经 她熟读着 人类的救世史 所以当天主 将她告诉她 她将会成为 墨西亚的母亲 她立刻明白 明白了 墨西亚 就是一个人类的 救世史里面的 最高峰 所以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我们一定要继续 恳求圣母玛利亚 帮助我们 能够到天主那里 得到这份信心 这份信德 信赖住的 一定要是 我们但是信之前 要知道 知道什么 人类 天主的伟大 天主的慈悲 就在于 拯救我们 于罪恶之中 能够带我们 得回永生 这些就是耶稣所说 你们要知道这些事 但是要实行 跟随着耶稣基督的实行 这些就是有福的人 希望我们能够明白 不要只是为了 如果恭敬圣母 就是有福 不对的 不对的 未够的 我们要知道 信恭敬圣母 但是一定要通过马利亚 要迈向耶稣 这些才能够成为有福的